一星期一本书 一星期不仅有平常的心性功夫 也有灵机的运用发挥 人要不是慢下来 静下来 反省关照自己 积在能量 总结经验 待时机来临迅速出击 诸事可成 因为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 三代帝师翁同和的一句话 美林大事有静气 不信金时 无骨弦 第一则故事是木匠与手表 有一个木匠 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干活 他的生意非常好 每天从早到晚 院子里锯子声和锤子声 响成一片 地上堆满了爆花 堆满了锯末 有一天黄昏 这个木匠 站在一个很高的台子上 和一个徒弟一起 两人拉大锯 锯一根粗大的木料 拉来拉去 锯来锯去 一不小心 他手腕上的手表的表链 摔断了 手表就掉到地上的爆花堆里了 当时手表可是贵重物品啊 这个木匠赶紧下来找 可是地上的爆花太多了 怎么也找不到 他的几个徒弟也过来打着灯笼 帮他一块儿找 大家伙一块儿找来找去 怎么也找不到那小小的一块表 木匠一看 说算了算了 不找了 锁上门 等明天天亮再找吧 说完就收拾收拾 准备吃饭睡觉了 过了一会儿 他的小儿子跑了过来说 爸爸 你看你看 我找到手表了 木匠很奇怪 我们这么多大人 搭着灯笼 都找不到一块儿 小小的手表 你是怎么找到的呢 孩子说 你们都走了 我一个人在院子里玩 没人干活了 这个院子里静下来了 我忽然听到 滴答滴答滴答的声音 顺着声音找过去 一巴拉就找到手表了 人生会遭遇许多事情 其中很多是难以解决的 这时心中被盘根错节的烦恼纠缠住 茫茫然不知如何面对 如何静下心来处理呢 第二个故事 巨伤与雨伞 有一个巨伤 为躲避动荡 把所有的家财置换成金银票 特制了一把油纸伞 将金银票小心地藏进伞柄之内 然后把自己装扮成普通百姓 带上雨伞准备归隐乡爷老家 不料途中出了意外 只因他劳累之余 在凉亭打了一个盹 醒来之后 雨伞竟然不见了 巨伤毕竟经商数年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 他很快冷静下来 仔细观察后 他发现随身携带的包裹完好无损 断定拿雨伞之人应该不是职业盗贼 十有八九是过路人顺手牵羊拿走了雨伞 此人应该就居住在附近 巨伤决定就在此地住下来 他购置了修伞工具 干起了修伞的营生 静静等待 春去秋来 一晃两年过去了 他也没有等来自己的雨伞 巨伤沉下心来 仔细思量 他发现有些人当雨伞坏得不值得一休的时候 会选择重新购买新的雨伞 于是巨伤打出旧伞换新伞的招牌 而且换伞不加钱 一时间前来换伞的人络绎不绝 不久 有一个中年人夹着一把破旧的油纸伞 匆匆赶来 巨伤结果一看 正是自己魂牵梦绕的那把雨伞 三柄处完好无损 巨伤不动声色地给那个人换了一把新伞 那个人离去之后 巨伤转身进门 收拾家当 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 静出智慧 巨伤的无言等待 是静之后的智慧 在突如其来的世界面前 巨伤能够沉着应对 从而化险为夷 对人生而言 学会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它会让你懂得 一旦面前出现惊涛骇浪 乌云笼罩 焦虑苦恼 非但于事无补 有时还会使事情变得更糟 而恰如其分的静 能够让你稳住阵脚 挽回损失 静是韧性的智慧 智虚极守静堵 众为清根 静为造君 静胜造 寒胜热 清静为天下正 这是今晚和大家 共同分享道德文章 感谢各位的守候 晚安 将持 Vilas 明镜至令人 不停 赌影重温 错人听见过马人 醉几分 一抹声响 吹梦成真 风筝舞 舞蓝梨花花又开 风筝舞 舞蓝青柴雪梨霾 风筝舞 舞霾相思观苍开 听雨声数几声 风回来 上渊西旁点珠河 千盏承诺 怎爱无所红尘客 阴差阳错 阳台梦中风几里 又几何 梦醒推门 它仍在淹没 风筝舞 舞蓝梨花花又开 风筝舞 舞蓝青柴雪梨霾 风筝舞 舞蓝相思观苍开 听雨声 数几声 风回来 风筝舞 风筝舞 舞蓝梦花花又开 风筝舞 舞蓝青柴雪梨霾 风筝舞 舞蓝相思观苍开 听雨声 数几声 风回来 风筝舞 舞蓝一句 风筝舞 青丝露珠 谁约我 又在这封 风筝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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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筝舞